就是博外東區渠聰和人際醫院的假天花 燈罩又掉落 病房又滲水 其實早前的節目呢 跟阿康仔都說了 公立醫院都發生過類似的事故 如果頻頻發生這個事故 那這個責任誰說?阿康仔 那當然是醫管局了 是不是? 經常說這個結構沒有問題 結構沒有問題 就是表示維修保養出問題 我很討厭那些語言藝術的 就是每次出現問題 譬如淡天花 淡碩士 醫管局 我知道醫院聲明都說了 但是結構是沒有出現問題 留意結構沒有問題 我知道 就是維修保養出現問題 有問題那些人不記得出來說是哪裡出現問題 就是很簡單 這個幾星期 是天天都有這些醫院的醜聞的 可能待會我們做節目下午 香港時間 又有這樣的醜聞出現 就是你跟不上昨天就有三間醫院 分別是東區 人際 還有什麼?還有哪一間? 對維修嗎?Lucy? 四間醫院了 就是你再說一次的名字? 博愛、東區、渠聰和人際 是 博愛和東區就倒閉這個假天花 其中一間 還是急症室的走廊倒閉假天花 這些隨時真的對病人是很大的影響的 那渠聰就說有那些燈罩 在廁所燈罩掉了下來 燈罩都掉下來的 這些都這麼巧 掉到你又要弄傷人 人際就是前天的 就流水 在大廁所營同醫院等等又出現他的問題 好像說那個電房 又有些電源出現他的問題 你想想 每天都有這樣的醜聞 早前如果不是有些網民 有些可能醫院見到有這樣的問題 出來投稿爆料 你醫管局到現在都未必有這些事 都未必第一時間公佈出來 但因為在現在這麼多人是爆料了 你不公佈就被人爆料 你就被迫要承認 不是那裡倒閉石屎 就假天花漏水 每一間醫院都出現問題 青山醫院 葵村醫院不是第一次 田門醫院他有幾宗 馬加烈有老鼠問題 瑪麗醫院又倒閉石屎 跟著威爾斯七王醫院 伊莉莎佛醫院 伊莉莎佛醫院就是 不止一度是想過那些 他石屎 說他的外勞 數都數不及博愛醫院 又不是第一宗 之前有出現什麼電腦版的故障 很多數都數不及 差不多間間醫院都中銷 你想一下你醫管局那些人 那些管理層幾百萬一年 平時在做什麼 我有事就永遠就找一些 前線醫護來揹拼 前線醫護就被人抹黑 被人罵 你這幫人不單止不出來 幫忙去說話 進了之後就要秋後算帳 在之前說政府不肯封關 醫護就要求政府快點封關 然後就被人抹黑你 政府有自己的想法 就說你們抹醫護 然後過了幾個月了 那些醫護沒有罷工 都說要秋後算帳 你看看這些醫管局平時在做什麼 好吃冷飛那些高層 我記得當天那些醫護 有些是去了大樓 醫護局大樓 有醫護櫃在這裡 希望管理神出來見面 聽他們的陳述一下 如果再不封關 會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因為出來聽一下意見 甚至出來都不出來 對那些人 不知道躲在冷氣房做什麼的 冷氣房去看鹹片還是在做什麼的 是完全管理是一塌糊塗 你到現在一天都出事的 你由聯合醫院手術燈掉下來開始 逐單逐單 很多單都很離譜的 就是派下約又會出現電線不尋常又損毀 令到員工觸電到現在都未公佈到 那為什麼電線又不尋常損毀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到現在都未公佈了 來道歉 我不認為他有什麼需要出來道歉的 因為說真的 你一天除非 你已經有很多事情忙 一個領隊 你名義上就是領隊 但是這些比較不是很熱門的運動 通常那些領隊就是打閘 一腳踢的 前方說有幾個運動員都病了 或者不止幾個 那個領隊一腳踢 就是Journal 幫他看醫生 拿藥物等等 是很多雜務都要做的 想想一下平時已經很忙了 如果要帶隊出去 已經是忙到飛起了 那為什麼你還要他做多這麼多事情 你應該港澆澆委會就派人去 專門負責去查郭哥那些事情的 不是要港隊騙我要做多這麼多事情 你港澆澆委會這麼有錢 就派人去幫忙了 是不是? 你霍啟江 你黃敏燒那些 你不就是請到一個義工 或者請到一個人 或者找一個義工出去幫忙了 或者你自己親身去跟著 當然如果你這麼著緊 就要著緊 就不自己下手下角去做 好了 然後這陣子 就是晚餐說冰球協會 對你不盡不實 沒有很快回應你 避而不回答 那怎知道別人說 是你一早就說的 報告要回答你的限期是3月20日 那為什麼不到3月20日 在前排開始 你就不斷就說冰協 就避而不回答 如果你還沒到限期前 就說別人還沒回答你 或者回答不夠詳盡 那你不要整個限期了 那別人一天還沒到限期 一天他有權不回答你 那別人不是不回答你 暫時別人都很忙 還要在南非現在繼續有比賽 繼續帶隊 他還是很忙很多事情做了 人家都已經抽押我的時間 回應你了 那人家都答應了你了 在20日之前一定會有報告提交給你 那你就港協既奧委會就打了謀波 都還沒到限期日子 就說別人秘而不達 是唱衰別人 抹黑別人 想讓全世界先入為主 就覺得最大問題一定是冰協 你港協的奧委會就沒問題了 結果現在人家就踢爆你了 喂 其實你這樣對他們不公平 因為未到3月20日 你不應該這樣不斷 就是說兵協有問題 搞到兵協的職員 甚至運動員很大壓力 那就死火了 在最近的比賽 港隊一次排第三排第二 和冠軍只差一分而已 領隊就講明這次事件 尤其是港協這樣指責兵協 是令到運動員心情是受到影響的 我不知道比賽的時候有沒有受到影響了 或者被戰的時候受到影響了 結果差一分飲行 如果不是港協的奧委會 這樣打毛波 腦屈兵協 影響到運動員的心情 就好像當日吳家朗 比穆家中支流的屋嘴 少許是上綱上線政治上路 搞分化 搞抹黑 搞批鬥 可能吳家朗在奧運會成績不止這麼低 想想最近他拿到冠軍的 你看一下 如果這次不是港協 你奧委會 亞之亞 摩洛哥 其實可能香港隊就拿了冠軍的 這些是誰的份責 我想請問 你黃敏超 你港協的黃敏超 用不需要問責 你都要揮揮 你現在來踢爆你 你先轉口風說 我們都未必一定要懲罰兵協的 之前就未審先判 就說人家避而不達 就建議要懲罰兵協 現在看到輿論不在你身上 你就不斷改口 還有指引問題 到現在你都未解釋到 為什麼你給別人的指引 說可以下載到正確的國國的檔案 三條連結 不論是第一條連結 或者是第二條 第三條連結 第三條是最英文的 全部都是去了中央人民政府簡體字版 下載國國的檔案 而且那個檔案 是中文人家是看不明白的 是簡體字 而且是有不同的演奏版本 人家是不知找哪個版本的 進去英文版就自動彈出 中央人民政府網頁的英文版的首頁 要重新找到去哪裡去找 是很難找到的 記者都試過在下面 二、三十、二十多、三十項的選項 選一個China ABC裡面 再選到國國的檔案 它下載 是這麼辛苦這麼難的 如果有人不拿工具包 直接把連結給了主辦機構 人家真的下載不了 這次波斯尼亞就說了 就算它下載到 是亂話 是錯了 因為下載那個檔案是有中文的 轉了人家語文是隨時出亂話的 就下載不了 就自己上網找 上網找去維基搜尋 結果這次不是Google 是維基 就變了怨名光了 那你的指引出問題 你講解有沒有修改 有沒有承認這些責任 還是秘而不談 他們自己都 你自己都騎身不靜 盡好意思的壞人 三班四次出門 就好像你那班人 就說真假的事 不關你的事 出個指引 又做了工具包 原來做到事 其實今時今日 你的工具包還要硬碟 或者USB 都很落後了 現在講雲端嘛 用這些弄到硬碟嗎 你看現在不是很多電腦 進到硬碟而已 在雲端做個正確檔案就行了 這麼簡單的事 還說搞高科技 小小這樣的科技 你都不懂做這個港協 香港政府就說要搞高科技 這些浪費氣 你必須看到這班人 黃敏昭、霍啟江之流 是不是應該自你出來問責呢? 不要一下就難些熟悉 不要一下影響到運動員的表現 這件事呢 其實文化體育和旅遊的國長楊潤雄 就說要等待那個港協提交了詳細的報告 再決定是否有懲罰 邊球協會 怎樣懲罰 如果再是這樣的懲罰的話 那麼那些運動員 是不是又會撥卡到或者是影響到他們? 如果說這個懲罰的話 我自己覺得由你港協 兵協 甚至是文類的全部一起罰 不要只罰其中一個單位就算了 因為你負責做監察的 或者負責做兵協 是under你港協的委會 你上面那些沒理由就不用問責的 不要只賴死下面 你們都有份的 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得更好 譬如我講 你可以派人去幫忙 你要跟緊一點 那些東西就好一點 那些指引就寫好一點 那不要覺得你自己沒問題嘛 就是懲罰別人 你自己是不是要懲罰楊潤雄? 這次不是第一次了 第三次了 那幾個兩次的問題 你都沒有吸取教訓 為什麼都避免不了? 好 你每次都要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了 但是連續兩次 三次 都避免不了的時候 是不是你自己都要受懲罰呢? 最重要他這個懲罰的方式 根據香港運動員參與國際制裁 郭哥的指引 懲罰的方式包括 暫停兵器和港協的委員資格 說贊填津貼和資助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這些懲罰會不會 最主要會不會影響到 前面爭議參與比賽 代表香港去參與比賽的運動員 是不是?康宰 當然會啦 說真的 你們平時的港協 對熟會的資助有多少呢? 有時候可能雞水這麼多 有時候雞水這麼多對於他們也很重要 本身的資金樂園都不到 很多其實是自己貼錢的 你做這些崗位 隨時自己貼錢貼出來的 是真的要很有熱誠才會做的 那麼你打算用錢來 走來去搭別人 但是又不審視一下自己的問題 說真的 如果最後你不贊助別人 好了 人家少了些資金 可能平時熟會運作都出現問題 那麼你還說 怎樣出外比賽? 其實你最後你不單止懲罰了 好像熟會 是整個運動都被你懲罰的 你想一下其實你怎樣要懲罰 是希望這些事情 下次避免會做好一些 是在這個方向出發的 不是隨便想這些方式罰了你 然後連一些無辜的人都受到牽連 不是這樣的 就是隨便懲罰了你 我做了事了 就不關我礦協事了 我罰了他 是他的問題了 然後就影響了整個運動的發展 然後德不常失 就是這幫人是沒有腦子的 你有腦子的人都會覺得 你這樣做是不合理的 怎樣懲罰 你想一下 是罰了之後對這件事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連無辜的東西都牽涉進去 搞到那些事 業情就越嚴重 嗯 潘仔 天天分工不是搭巴士 就是搭地鐵的了 那現在好像九巴 神巴 新巴 都加價的 但感覺好像新巴每一條路線都加兩元 九巴加價9.5% 農運巴士都加8.5% 話說話 這些巴士的服務 服務的質量你覺得是怎樣的 是否新巴是比較脫班 是否次數會比較多一些呢 那它現在政府搞了一些文件給立法會 那麽政府第一 巴士公司申請加這個交付 不代表它會批理的 那它可能政府建議的交付可以是第二個交付來的 那就要給行政會議就決定了 那說真的 看了文件呢 你的巴士公司高臣 其實你都盡了面目去面對香港人 好像九巴 你叫脫班率 是全行最高的 高過實施人的平均值 即是表示了 加價你又懂得 服務就不懂得改善 成巴 新巴 脫班率都是高過同行 是低過九巴一點 但是意外率 出事的 出意外的 那個比例又高很多了 又高過實施同行 高成兩三倍 可以是這麽離譜的 那然後你還敢死 你成巴 新巴 同一加兩元 因為三個多 四個多 五個多路線那些 就是短程那些 是加幾十百分的 你九巴 還敢死去追落後而已 有管理層出來說 希望能不能夠調整票價 就是能不能夠加價 有時候它有一些叫做地皮 廠房物業那些買出來賺不少錢 但是那些它又不算的 就是車票以外的收入呢 收益那些它又不算的 就說我們賺少了 就是要加價了 瘋狂的加價 你看看那些什麼 E 車 A 車 加23% N 車 23% A 車 50% 這些是怎麽算的呢 我機場上班的 我真的不得了你死的 突然間那些車費是貴了這麽多 那些人本人好像國泰九千一元的底薪 隨時又沒有其他的收入 算是有萬一元 萬二元 然後我搭車 我香港仔去這個機場上班 現在四十幾元一程 來回差不多整個水 如果再加50%呢 每天就百幾元 然後我當你一個月回二十二天 借這個車費都幾千元 人工十九千一 那你說死不死 劏房都不夠錢交租的 你可以看到現在政府不要給巴士公司這麼餓 還說年年要加價 追落後 港鐵的也是 然後加幅 好像這兩三年凍結了價錢 對你好好 其實過兩年 可以追回之前沒有加價的那些加幅 是可以這樣 最後攝影機是誰 小市民 好了 我不搭巴士 不搭地鐵 他們加價 我搭了市 又是要加價 基本上你真是不知怎麽算 我的人工補得加 又不見你說延後加幅 就是永遠那些東西 不需要就在大財團 就在商界的 本身香港交通 那些公司比較少 缺乏競爭的了 這幾家公司都壟斷了 還要禁惡 平時叫它改善對車廠的環境 改善對車廠的待遇 又不見你改善很多了 看你改善服務 又不見你這麽改善的 好 然後有時候 比如巴士的路線要調整 班次要減少 我就幫它縮減它的成本 但是影響到對市民的服務 那些又不會見它減價的 永遠就著數是這些大財團 吃虧的就是少市民 那些人都會被抓到的 嗯 煎沙咀的酒店呢 就是週三發生了灌漢啊 那死者生前呢 可能懷疑被落個眉間水 就是眉混了 被人偷了他的手機 其實現在警方拘捕了兩個人 那其中有一個是31歲啊 是西九龍衝鋒隊的警員啊 就是關於那些休班警 甚至是當成警 你看看多少這些事 或者退休警 或者前警員 抗求這些殺人碎屍 翻屍 那就是余俊欽這個出名 搞這些小女兒 搞16歲以下的小妹妹 跟著有三名的警員 那現在就是在司法程序的 就和15歲的女孩就發生性行為 警群底啊 就是騙姐姐會的那些借貸啊 說多少這些危險駕駛啊 醉酒駕駛啊 很多 他說現在還要去到 迷奸案都有份 就是這件事昨天都挺均動的 那佔了他的七嫌渡男 那發現到一個25歲 很年輕的男屍體 那都看看是不是被人落過他迷奸水 那人就翻查閉路電視了 他的警方已經看到疑空 那離開了房間之後 在即日同一個晚上 在社交平台的一拋 約了第二個三十歲的大陸男士 在第二間酒店開房 那期間華爾又是用了迷奸水 那這樣也不夠啊 那個人就叫了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就剛才都是你說的 三十一歲 那說西九充風隊的警員 充風警來的 你身為警員 你見到你的朋友迷奸了其他人 你不單止不拘捕他 或者不制止這些罪行 不是將市民的生命人身安全放在手裡 還有自己知以法犯法參與一份車輪戰 就是搞了那個三十歲的大陸男子 那個大陸男子很幸運 就是醒了之後 就是身體他沒有大礙 但是都知道他自己是被迷奸了 被人強姦了 你身為警員執法人員 是知以法犯法 這隻罪家一等的 還有 另外被拉一個二十八歲的戰男 原來童子圈很出名 是出名戰的 警方都說過這幾個禮拜 這幾個禮拜 最少十幾個受害者 希望受害人定失而出 那為什麼他要迷奸呢 那為什麼這些迷奸水去哪裡拿到來呢 在Facebook呢 有些記者找的 在Facebook 這些賣迷奸水的帳戶專業 是大行其道的 平時我們在Facebook說話 隨時就說你政治不正確 就將你禁言 就是禁止你的帳戶 對於詐騙、廣告 對於這些賣迷奸水 Facebook就不管了 好了 原來那個人呢 除了會撩一些男同志開訪 為什麼要將對方迷奸迷奸呢 是因為要偷對方的財物 好像這次25歲的死者 電話都是被這個義工 涉緣偷了 這些人又要得到你識相 又要拿到你的財物 所以要迷奸你 等你不知道 等你不知道的時候 就偷了你的財物 可能知道你 哎呀你這些不好意思 報警 怕被人笑 因為吃水滋味 是敢犯案 還要有一個警員的朋友 是一起跟你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 因為那個人都曾經被人印過傳單 又說他不戴套啊 偷錢啊 那樣啊 那樣啊 用迷奸水啊 那現在才被人拘捕 搞出了人命之後才被人揭發 如果不是 那可能繼續啊 如果這次不是搞出人命 可能是繼續有更加之多的同志會受害 所以這件事情很離譜的 那些人渣都離譜了 更加離譜的就是 知法犯法一起的 31歲的衝風景 為什麼你不阻止罪行 自己一起參與呢? 我們在這個節目的開始的時候 你講了一個伸手黨 就是伸手就是拿錢 其實還有一些事情 大家都有留意的 阿康就是在將軍澳 就是今天自活發現 有三宗爆竊 三宗和多宗爆竊 可疑的案件 但最後呢 警察都抓了一個人的 那這個人又是 38歲的大陸的 內地的男子 那這些 這些是通關之後出現的事呢? 其實在經濟不好之下 都多了香港 多了不少爆竊 我都講過很多事 很多區都連環爆竊的 好像是西環啊 就是荃灣啊 在清水灣道那邊 專家這些豪宅出來爆竊 短期內三宗的結果 當然這麼短時間 在同一區不斷爆竊 當然是被人抓了 那為什麼抓了一個呢? 那又是來自大陸 那除了一宗呢 不是好像說在上面 就是那些海關 就直接到有人就將了 一百零一支那些血 應該是人婦的血 想帶來香港 可能就驗一下他們懷孕的那些 寶寶的性別 你知道上面就不可以驗了 就是Lucy 其實之前也有試過這些罪行 特地偷了血下來 來香港驗 那現在又出現了 又被人攔截到了 攔截不到它有多少呢? 好像是沉香木 不止一宗 都試過在離境的時候 又被人攔截到 兩個人被人拘捕 夾起來 有價值百多萬個沉香木 又被它割了 就是全面通關的時候 都多了很多這些騙案 罪案 這個鄧炳強 你都要快點去處理 因為你看看那些騙案 網上騙案又好 現實騙案又騙人 假和尚假意又出現 他現在太多這些事情了 流亡美國多年的 內地商人郭文貴 又是3月15日 是拿一個被捕 現在還沒保釋 可能要上田 可能最短的時間 都要運到4月4日 看看有沒有可能保釋 不過他的財務顧問 如見名 都被捕 但現在都躲起來了 現在人人走了 現在可能還要去查 但其實現在我覺得 香港的另一個報導 其實這個人是香港人來的 那個人叫余建明 他跟他老婆現在的媒體 可能在英國 但這個不肯定 總之 美國FBI都要通知他 余建明的身份 都挺多人質疑的 包括重慶的政協 入國州庸 反普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當年就反佔中 你說不是 那些東西可以改變 1516年 都做過 香港青年會的質疑主席 是親建制組織 和他老婆都開過一個叫做什麼 青年創業的聯盟 類似這樣的名字 就說要幫香港的年青人 就要達成他的中國夢 中國夢 在BNO 他又建了一個香港人協會 說要協助香港人 去經過處理BNO的事宜 都有些在團體 甚至《大紀元》上的報導 就說被人就懷疑 他這個組織 滲透組織 大家要有警惕 找不找他幫忙 就自己去衡量 這個余建明 他都是郭文貴的 亞中資本裏面 做過董事 總裁 亞中資本 不知道2015年還是2013年 當時是國安部的副部長馬健 就幫了郭文貴 在亞聯酋就籌了30億美元 大家知道了 2015年馬健就落馬 郭文貴就流亡到美國 然後有很多他做KOL 很多他後中的爆料等等 余建明 也有幫當時亞中的資本 他做總裁和董事 郭文貴也有很大的關係 大家知道郭文貴和班農都很老友的 後來班農在郭文貴遊艇被捕之後 郭文貴就和班農刮清界線 又或者郭文貴的媒體 不會再找班農出任這個高層 雖然是這樣 這次譬如在FBI調查 郭文貴在酒店18樓整層都是他 突然間出現大火 亦都說受到嚴重破壞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到證物 那為什麼會有離奇大火呢 是誰放的呢 那麼神奇 FBI那時候是首證當中的 想的方法有些會不會是FBI做 或者是一些不想FBI找到的證據 所以就找人去放火 都有很多不同的揣測 但是最多最多人談論 暫時就反而是郁建銘的身份 因為他都是很薄索迷利的 那他是怎麼樣 就是系龍系蛇 大家都不是那麼清楚的 我們下一個是否說回 今天比較重要的一個新聞 就是普堅收到拘捕令 收到這個海牙國際刑事法庭的拘捕令 就說這個普堅當然在烏克蘭 就犯下戰爭的罪行 人道的罪行 除了他之外 俄羅斯兒童權益會的主席 都是被通緝的 因為就說俄軍 就將很多烏克蘭的小朋友 強行將他們運去俄羅斯 這個都是很大的罪行來的 當然俄羅斯採理到說 克里姆林公就說 不可接受 非常荒謬 無理的 也都說我們俄羅斯 都不是你國際刑事法庭的成員 2020年他有份簽羅馬規約 但是因為沒有受到別人承認 16年俄羅斯就說退出 他說在羅馬規約我都沒有份簽 我都不在裡面 你憑什麼來管我呢 當然 國際刑事法庭也好 甚至聯合國有報告 就說俄羅斯俄軍 在烏克蘭就辦了很多人道罪行 有酷刑等等 但是這兩個都叫武華老虎 當然如果聯合國是有華老虎做到事 那些波斯尼亞的種族大屠殺 盧旺達種族大屠殺就不會出現了 或者很快就制止了 那一向聯合國都是一幫左膠 圍圍圍的 在那裡拿水 拿拳 拿明星的地方 真的做事做得不多 好像緬甸軍政府 經常被你譴責 那又怎樣 是吧 那麼伊朗政府經常被你譴責 有沒有聯合國真的做到事 所以當時特朗普時代都說 哎 又要給錢給你 但是整幫左膠又說了事 那都是要離開聯合國就好一些 聯合國最近的報告 就是海牙刑事法庭 都是叫做武華老虎 不過如果萬一有一天 普京大書將呢 就算武華老虎都足以做理了 就是將你抓去國際刑事法庭 他等等 那現在你還得勢的 你還有權的 你可以不理他 就等於世貿一樣 世貿那些判決 那些國家成員國都可以 就是因為是侮辱出力的 都可以不遵守判決 那試過海牙刑事法庭 國際法庭 那都有不少判案 比如之前在南海的領土主權風波 都說判過菲律賓就勝訴 中國大陸就因為不派人去應訊 就敗訴的 最終中國大陸就算不執行你那些處分 都是他奈良你不好的 所以這次普京的前途 最後都是於最終他不能守住 他自己的位置 可不可以繼續在俄羅斯掌權 會不會因為戰爭最後 甚至拖累到他自己的權力 這個才是最大的關鍵 你說俄軍 普京犯了一些戰爭罪行 人道罪行 就算不用聯合國說 不用這個國際法庭說 大家都知道了 心中有數了 不過現在正式 就向普京白區暴力 俄羅斯當然就不理會了 不理會他了 康仔就很好心 他就還想講一宗新聞 就是黃大仙的一個商人案 那個受害者是15歲的小朋友 康仔 這件事是不是大家都要講一下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都要小心一些 講幾宗今早的新聞 15歲的小朋友凌晨就被人圍毆 甚至說現場就發現一些木棍的 不知道為什麼被人持棍就圍毆 我想講香港治安的問題 最近叫做多了很多謀殺案 但是少了那些國際大都會 就是那些砍油啊 砍人 誰知道轉過頭都是出現這些問題 謀殺案他也多了 哎 還要這麼多這些治安 所以我也說 蕭澤儀 鄧炳強 或者李家超 你們現在要想一下 尤其是李家超和保安局 他出身 警隊他出身 治安是應該你們手到拿來 可以做得最好的 那為什麼這幾個月都是這麼差呢 不斷有這些事情爆竊啊 網上騙案啊 就是說經濟不要多了很多騙徒 多了好這些罪行 你想一下怎麼去杜絕這些事情 就算盜絕不了 我真的不希望 又出現這樣的新聞 有些就關乎那些社團的事情 有些說人家是夾慣 有些因為爭旅 其實每年都給很多善人費 每年你都扔了很多資源他下去 那是不是在阻止罪行方面呢 相信市民都想政府做好一點的 尤其是現在叫做武官上場 這些是你專長的 都真的要做好一點的